今天翻以前的素材才知道我家的猫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讨厌我家的狗的 这个糯米刚到家的时候就有一点傻傻的感觉 对着网球一顿输出 糯米,你是不是傻 从小就害怕陌生人,到现在也没有改 我家的猫常是和它互动,总是被粗暴的对待 糯米,糯米 其实猫很想融入它们 糯米,不能咬 等我吃饭的时候,它们才会消停一下 月饼原来从小就会吃鱼骨头 这个糯米也蠢蠢欲动,准备捣乱 最后还是被糯米吃掉一大半 可能小狗就是这样,对待我家那只大狗也是一样 恨不得要粽子一直陪着它玩 感觉有用不完的体力 哪怕被粽子咬一两下它也开心 我可就绕过来了 我可就绕过来了 粽子想睡觉,这个小狗一直要拿着它玩 我可就绕过来了 这是玩累了 后来给月饼做了一个毛茸茸的窝 它就更不想跟它们玩耍了 反正后来是看到糯米有多远躲多远 糯米过来在这里躲 糯米 有时候糯米真的是比较欠 人家月饼在那里玩得好好的 它又要过去咬人家 后来月饼就想通了 宁愿自己晒太阳也不跟它们玩 再后来长大一点 它发现了阳台这个好地方 又能晒太阳 还能直接隔着窗户看着我 你不怕掉下去吗 甚至都不怎么和粽子玩耍了 它现在对狗应该是有偏见了 有一次破天荒睡在糯米的怀里 有点意外 后来分析了一下 应该是因为冬天太冷 冬天越来越冷 月饼开始狂吃鱼就长胖了 最后阳台就是它的归宿 在这边又能晒太阳还能监督我